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邱处姬掌管天下道教 讲完邱长春祖师的故事 我们转一转话题 讲下一个对香港道教界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每年3月2个星期日的道教日 为庆祝道教日 今年3月份将会有一连串的活动 去弘扬以及提倡正统道教 欢迎大家参与的 接下来星期六至下星期三 就有中华文化古书画文物展打响头炮 在香港中央图书馆2至5号展览厅举行 3月17日 在旺角眼假街游乐场将会举行 几岸年香港道教日祈福大巡游 由眼假街游乐场 开始到终点尖沙咀文化中心 而到了6月23日 在沙田乡议局大楼大剧院 就会举行 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K第19届道教日道乐会议晚会 这么多好节目 你又怎么可以错过呢 最后我们一起看看 这个星期的通性 今集天地业话来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再见